Hello大家好,我是Jack 欢迎收看这一次的vlog 然后今天我们做一期开箱视频 因为很久很久没有做开箱了 今天的产品是什么呢 今天的产品它是一款运动相机 然后它是大疆的品牌 那么你就懂了 这就是最新的OSMO Action 这一款大疆的运动相机就是 对标的GoPro运动相机 外观基本上是一样的 然后它是前面是多了一个前置的屏幕 这个前置的屏幕好处是非常大的 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大的 因为平常我拍vlog 就是用GoPro 就是现在这款GoPro GoPro 7 Black 那么这款相机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看不到自己到底是 怎么取景啊怎么构图啊 我不是很清楚 每次需要那个 就是说拿手机 或者说让别人帮你拍 或者说就是有时候就忙拍 就让你自己忙拍 像我现在做这期开箱视频什么的 我就是旁边放了一个 一个iPad 这样就是方便我取景 因为我知道自己在个什么画面里面 但是这一款大疆的这个密度相机 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OK我们来快速地拆箱 OK首先把它拆下 我们看一下 这就是主机 啊机器 其实从外面来看 基本上是跟GoPro是基本上一模一样 没什么区别 然后看起来里面按什么 一共有两个盒子 一个盒子是机器 还有一个是 这一块有电池 送了一块电池 GoPro的话只有一块 它只有两块 啊不对也是只有一块 这应该是塞机器的 这也是空的一块 然后 哦它是这个组件 它的这个外包装呢 比较简单 不像GoPro 我还有GoPro7 这个是GoPro7 Black 一看一下 就是GoPro7的是非常精致的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这个GoPro看起来就是一种展柜 养一个奢侈品一下 所以我觉得很酷 这一款呢是我用 买那个蔚来汽车 然后用积分兑换的这一款 全新的没有拆过 那我放在咸鱼上 出售了 然后视频下方链接 会放上这个咸鱼的链接 如果有需要的话 喜欢这个全新GoPro7 Black的 就可以购买了 然后看一下 其他都是正常的一些配件 还说一下这个 大疆的这个运动相机 跟GoPro所有的配件 全部是通用的 全部是一样的 都可以通用使用 然后看一下配件 配件就是这些 一块电池 带电池盒 充电线 数据线 然后它这是底座 然后这是 GoPro差不多 然后它这个也是底座 但它一个好的点是什么 它可以旋转 直接旋扭扭上去 然后这一个东西 OK 那我们就开始 接开它的面上吧 这是一个套子 打开跟GoPro方式一样 把机器取下来 然后撕开天空 第一次 然后前置摄像头 nice 然后后面这块屏幕 OK 三个地方 然后就是电池 看一下电池盒 电池槽 在下面 我现在看这个拍视频 我每次在看电视器 很烦 这个电池呢 它是跟着一整体的 这个地方呢 它是有一个方 就是防水的 它这个是 看一下 然后把它塞进去 而且它下面有说明啊 就是把脸边 这个装好之后呢 旁边脸边不显示橙色 橙色的话就是显示没有装好 这样的话就达不到防水的功能 就只有说明一点 然后它这个镜头呢 是可以悬下来 很紧啊我就不悬了 你网上有很多 一个素材都已经悬下来过 我就不悬下来了 就这样紧一点 OK然后这些配件我再看一下 这个 它这个是旋钮下来的 这个是它的底座 可以搭配这两种 所以装上去就可以用这种 然后旋在这个上面 然后或这上面 是旋钮旋上去的 非常紧啊非常牢固 然后这个底座呢 其实不用 GoPro的用过很多 GoPro的一些设备 一些配件 就是直接带上这个外壳 然后装在那个GoPro的一些配件上 就OK了 OK所以都放一边 那么全部放一边 看点亮 开机点亮 开机是哪开的 QS吗 这个顶部 开机键 爽Q 后面 我已经把这个 已经全部激活了 这个里面 它看一下它这个屏幕 它这个后面的屏幕 比GoPro的要 要大 那屏幕首先要大一点 感觉像 全屏一样 就屏占比比较小 然后它操作方式 都是跟GoPro差不多的 然后这些上 上拉跟下拉 等等调节 然后它可以语音控制 切换屏幕 就到了前面 看到没有 在前面 这样的话就是 像拍Vlog 我拿了机器 我就知道我的画面 是怎么样的 大家看到了 这样就方便多了 这样就不用 不用再拉手机去 或者说这一个iPad 很方便 然后 有几点不好 都说一下 因为还有一点就是 我在网上看了别人 拍的测评 因为我现在这个机器 刚开嘛 后面我肯定会有 这机器去拍Vlog 或者其他那个视频 要说一下它现在的这个 HDR 跟 那个防抖功能呢 它是有冲突的 是不能同时使用的 GoPro的好处呢 就是可以 启用HDR 加上那个电子防抖 数码电子防抖 这样的话两者都可以用 是非常好的 因为画质是完全变得更好看 这一款呢 就是它后期软件会更新吧 然后就是把这个都 算进去 给你一个算法 应该是 然后还有个问题呢 就是说 连上手机之后呢 你看一下 它跟GoPro不一样 GoPro是竖 这个就是 它有点像那个大焦无人机 就是你 点它来之后 连接之后 它又是上和平的 必须横着看 你这样数着看 看我看不到 GoPro那比较方便 直接这样数着看 你就能看到这个画面 虽然没有这么宽 但是它就是 使用比较方便 但是 前面有前置摄像头的话 也不需要的 也不需要 这样拍给我去 这款产品呢 后期我会用这个Pioblock GoPro 7 Black 现在我用的这个呢 也会保留我 就是两个相机 一起同时拍摄 以后的素材 那么还有 这一个 这个新的呢 这个就出掉 然后显示会挂在显示上 有需要的 点链接 去买这个 我现在标价是 2500 2500块 这个全新的3000块 2500就很便宜 OK 那么这次的这个开箱视频 大家的 OSMO ACTION 开箱视频就到这里 后期我会用这个 去全程拍摄Vlog 然后大家做一下 跟我以前的视频 做一下对比 反正前置的摄像头 前置的屏幕 我是非常喜欢的 很赞的 OK 今天的开箱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关注 我是Jack 拜拜